酒驾不开车不过还是有人这么做 因此发生了翻车意外 高雄这名无姓男子酒后开车 在光华路疑似因为谎神的关系 他擦撞人行道之后 还翻车摊飞了五公尺外 最后车身侧翻卡进护栏 路数之间动弹不得 这过程相当的惊险 一大清早马路上几部汽机车 停等红灯准备上班 但这一头的地板却出现几道刮地痕 蔓延到人行道上 往上一看一台轿车卡在输水管的护栏旁 换个角度仔细看 这台车不偏不倚 就这么插进护栏跟路数中间 动弹不得 早上出来运动的阿贝正好目击惊险过程 当时轿车开在光华路上 接着擦撞人行道 车子弹飞翻滚五公尺 飞越人行道后 穿越输水管卡在护栏旁 而车上的无姓驾驶 却只受到轻微擦伤 还能自行爬出车外 让路人跟远景都相当惊讶 基本上酒车子1.1 如果撞车的话 应该是本身自己应该也是蛮严重的伤 可是他这样子算是很幸运 车子怎么开的知道吗 无姓男子酒驾翻车 面对记者提问不发一语 而根据了解 无姓男子昨晚和朋友聚餐 喝了三瓶啤酒 清晨五点开车回家 疑似因为意识不清发生意外 索性没有民众被波及 警方讯后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将他移送法办 记者叶红任务梅宣高雄报道